欢迎来到北岛雍频道,今天是2020年12月14日第18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为香港慢慢缓血 最近热门话题当然不少我们疫情的第四波,越来越严重 不过我们就不想说这些了,不如说一些轻松一点,或者比较凄美一点的东西 我们今次讲一下移民,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迟早会有一次大缓血 当然会有批人就会离开香港,但也有其他人会从其他地方来到香港 所以这一次的缓血大行动其实没什么所谓,因为时代都是这样改变的 这里有位教授,他在《信报》中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挺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其实移民潮对社会是没什么好处的 主要就是因为第一批离开香港这个地方,通常都是最有能力的人士 这批我们就叫他们社会的精英 只要这批人走了之后,其实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当然,有人走了,自然就有一批人会从下方推上来 就像九七前那样,有些人信不过香港回归之后会有好日子 他们就离开了,但也造就了另一批人在下方推上来 这个缓血换得很成功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当我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 其实我们什么都要重新来过 这个方教授是这么说的 他说,也见过有些香港的精英移民到加拿大 开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聪明,才智,加上可能有钱 慢慢可以在加拿大建立了他们的事业出来 也可以重新一次是白手兴家 慢慢爬上社会的最顶层 这一件事其实没什么说是对还是错的 移民这一件事都是那一句 你要觉得舒服,那你才会走去移民的嘛 是不是?或者有一个地方你已经觉得 是没可能再令自己继续留在这里的 那你才逼不得已要走的嘛 所以李嘉诚这一幅图和这一句说话 其实真是代钱入你的手袋的 哪一个地方能够令你觉得舒服、安全、有感觉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居所了 亦都是你的适合的居所了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了 要走要留其实就没什么所谓的 只不过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 根据统计他就这么说的 他说过去那10年里面大概有45万个内地人 就落了来香港的 当然我们香港也有18万人 是流出香港,就是说去了其他地方 换句话来说,都是流入的多,流出的少 所以我们香港为什么人口不断膨胀 亦都证明了给大家听 为什么我们香港的楼价是居高不下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有太多人 向往来我们香港了 如果说开这个移民的话 那就不得不提 就是英国的BNO了 因为英国政府就说 明年1月起 你就会放宽这个BNO的签证了 就用一个5加1的方案了 即是说你如果举家 去到英国的话 留在英国五年 再加多一年的话 那你就可以入籍了 就正式成为英国的居民了 问题就是香港 现在听说大约有300万人 是拥有这个BNO的资格 当然我们都不会看到 300万人全部涌去英国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如果肯去英国的话 那已经令到英国 可能有好处的 但是对他们的人口 压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都要做出一个准备才行的 在英国的内部 他们就估计过 未来的三年 大概有50万人 就会申请这个BNO 那么有大概60万人 有个调查 就说大概60万人 就希望参加这个BNO 那么有八成的人 60万里面有八成的人 就希望在这两年里面 如果搞得好的话 就立刻闪人了 这样说 如果这样说的话 有40几万人想走 那么这个数字 似乎是相当之惊人的 不知道英国政府那边 顶不顶得信呢 如果我们香港 突然间不要说48万 有30万人去到你那边 那已经是 几牙烟的一件事 好了 另外 调查也都说过 如果想移民英国的香港人里面 有四分三的人 即有75%的人 都持有大学的学位 他们都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群 也都有能力 可以带动英国的经济 那么这一件事 其实英国政府 如果他们觉得 好处的话 他们是无任欢迎 香港人是过去他那边的 始终 因为 这一批移民过去英国的人 有大多数 他们都未必有亲朋戚友 在英国的 所以他们要重新来过 面对这些情况 新环境 他们是比较辛苦一些的 最后 当然 那些人要离开 这个香港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 都会带着 子女走的 因为他们通常 都是为了子女 下一代 着想 才要离开的 问题就是 现在 他们的离开 究竟英国政府 准备好了吗? 英国政府 是不是 不应该 低估 香港的人数 去英国呢? 要看看 到时 究竟会令到 英国是 一团租 还是会令到 英国的经济 会大时起飞 这个未知之数 但是 慢慢看下去 应该就会知道的了 今年2020年的疫情 就肯定令到 全世界都没有运行的了 英国在欧洲那边 其实都是相当之严峻的 在这个疫情方面 所以大家都不要估计 英国的经济 会好得去哪里的 这里有一些小小的资料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 这个GDP 今年 英国就应该会 跌超过一成的了 但是 既往就是2021年 和之后的2022年 就希望 逐步可以将这个GDP 是带回上来的 另外 英国那边的通胀 其实就不算高的 大概是 赔回1% 至2% 左右 但是 利息 就没什么了 所以 去到那里 如果想靠老板 即是说 放些钱在银行 生息来吃饭的话 这件事就不用想了 所以 都要想想 去到英国 有什么 手艺 或者有什么可以做 找到钱 才可以的 至于这个失业率 英国那边 2020年 就4.7% 估不到是这么低的 但是 之后那两年 2021年 和2022年 其实那个失业率 也是高的 至于为什么高呢 除了这个疫情之外 这个脱钩 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 谈来谈去 都谈不定 所以 如果在那里的话 其实 银食 就没想象中 那么容易的了 问题就是 要带多些钱过去 如果不是 那怎么在那里 它过得到小呢 英国的经济 其实在全球 就排名第六的 那么将来 有机会 会跌一级 就跌到第七名 不过 暂时来说 它都算是 这个 国际上来说 英国都还是 挺坚硬的一个国家来的 另外 就是 看这个英国的人口 现在来说 就大概有 六千六百几万人口左右 那么 住在伦敦或者英格兰这个地方 就有五千几万的 那么如果将来 通常香港人 都是去一些 比较繁华的地方 那么伦敦这些地方 就应该 就没有走鸡的了 好了 至于 我们做一个统计 假设 如果有 香港有两万个家庭 是离开香港的 那么当然 我说的这一批 是精英来的 那么就是说 他们的身家都不少了 不过我不估计那么多 我估计他们 我们每一个家庭 大概可以带150万磅 150万磅 离开这个香港 那么如果真的是 两万个家庭离开的话 理论上英国 就会有300亿磅的钱 就流入英国的 到时可能 买楼啊 买田买地啊 这样 可能会令到英国经济 是会好一些的 不过最开心的 会不会就是阿诚哥呢 因为他有很多生意在那里的嘛 到时如果很多人去抢英镑的话 令到英镑高企的话 对他的业务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不怪他笑得这么开心的 说完英国那边 当然是说回我们香港这一边 其实很多人想移民的话 都不是为了自己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的 尤其是下一代 所以如果香港近期 陆陆续续有些年轻 慢慢离开香港的话 我长远来说 我其实是挺怕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在香港只会是越来越严重 你想想 有能力的 都已经走了 是不是 另外有能力的不走 都将那些 年轻的一辈都会送走的话 那香港只剩下来的 全部都是老赢的 那怎么去捞食呢 短时间可能未必有问题 但是长时间 我们香港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就可能会急剧上升的 唯一可以的 要么就是在内地那里 不断输入的人才 来填补香港的年轻人走了 那就没问题 如果填补到的话 那香港的人口老化问题 理论上就可以解决的 这里有一份表 不过这个表就不是最新的 只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在内地的人才 其实每年都会批 很多人数就会下来的 如果是香港人走得快的话 理论上 内地那边都会批得快 让人下来的 到时换血就会换得更加快 到时我们香港 又会有一番新景象 所以大家 慢慢密切 观察一下自己身边 有什么变化 如果你叫我移民去英国 那就真是可面侄面了 因为我在英国 没人没物 根本没可能过去的 反而 如果考虑去加拿大的话 都更好一些 既然以前都在那里读过书嘛 有些朋友 有些教授都在那里 所以去到那里 都不会太过孤苦伶仃的 至于如果你问我 加拿大是否一个好地方 我就觉得真是不错的 加拿大如果说面积来计 是全球第二大的地方 那他人口呢 这里就说得不准 说3500万 其实呢 现在的人口呢 应该接近3800万的了 至于呢 你说华人聚居的地方 住在哪里好啊 当然要是就住在 Ontario 就是这个安大略省 的多伦多 又或者是BC省的 温哥华 因为这里就最多华人的 也应该有很多香港人的 理论上呢 大家就应该会觉得 是舒服点的 好了 至于这个 加拿大的生活条件又如何呢 加拿大呢 都算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但是呢 你也都不要想着呢 在一些郊区地方 或者不是城市的地区 会是很发达的 因为那里呢 相对香港来说 都是相当之乡下的 不过呢 乡下无所为的 住下住下呢 你就会习惯的了 那么他那个HDI指数呢 就大概是92.2 那么100%是最厉害的 那么他92.2呢 其实呢 在先进国家来说 都排名都很高的了 所以呢 生活水准呢 就应该不会太差的 至于你说 如果去加拿大的话 当然就是为了小朋友读书啦 那么在那个读书呢 的确是真的没有香港的压力那么大的 在那里的学生呢 看过那些Youtube呢 有些学生呢 从香港过去呢 去到那里呢 很喜欢上学的 但是在香港呢 就是你找把枪指着他呢 他都不想上学的 实情很喜欢他行刑那样的 所以呢 两个地方呢 那个教育制度是非常之不同的 所以在加拿大那边 逗逗逗逗了一点 没什么功夫嘛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香港人 肯吹高一下自己的子女 不用太厉害的 小小吹高的话呢 分分钟奖学金多日落 所以呢 这件事呢 我就不是太担心的 那么至于自己呢 如果去到那里没去招待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学下 怎样去炒美股咯 因为在加拿大 没什么做都可以炒股的嘛 加拿大就没什么 当地人呢 就喜欢炒股的 但是我们过到去 如果真的找不到什么做的话 炒股就是唯一一个呢 可以找到生活费的 其中一个方法的啦 所以我现在呢 都很努力地在学中的啦 那你说 这样看 硬不硬呢 其实呢 一路都说呢 移民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因为你移民呢 就是要连根拔起的 要同一个地方say goodbye 再投入另一个新的地方 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 因为呢 离乡别井 人离乡战 这句话呢 永远都是说得对的 还有啊 要重新适应新生活啦 新规矩啦 新文化啦 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的嘛 还有 要有牺牲的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从香港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打工仔 赚了很多钱 但是你现在呢 去到另一个地方呢 可能就是另一回事来的啦 那你要有牺牲的精神啦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有跳出这个舒适圈的准备 因为香港呢 其实太方便太舒服啦 那如果你在香港生活条件非常之好的话呢 去到那里你会觉得 哇 为什么这么乡下的这些地方 那其实呢 住下去就会习惯的 不过都是那句啦 能够跳出一个舒适圈的话呢 挑战自己呢 可能前面那条路会更加明亮都不出奇的 至于呢 当然啦 移民当然是没有两手凤凤啦 有钱是最实际的 那现在香港随便有一家屋的话呢 都应该很值钱的啦 那拿着钱过去加拿大那边呢 理量上生活上呢 就不成问题的 那至于很多朋友都去过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呢 加拿大的生活呢 就是非常之清静的 那些人也是非常之樸素的 那另外呢 香港的生活水准呢 可能是会高过加拿大那边的喔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近年呢 我们香港的生活水平是高得很紧要的 那反而加拿大呢 就是比较平稳一点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出去吃饭的话 在家里煮饭 其实呢是可以省很多钱的 那当然啦 出去吃饭的话 那当然要浪费很多钱的啦 最后呢 就是如果我真的移民加拿大的话呢 其实我都已经做好所有心理准备呢 是要从低做起的 那如果有机会大家 过来加拿大又见到我这个什么北斗庸餐馆的话呢 那你尽管行人来光顾一下 那我就有饭吃咯 多谢各位喔 越来就越近圣诞节的啦 不过我们香港的疫情呢 也都好像都是越来越严重的啦 尤其现在呢 年轻那些呢 都可能都会受到感染呢 也都会很大获的 所以呢 都是奉劝大家呢 出入小心点啦 大家要志强 再等多一会儿 希望有疫苗到的话呢 就大家都会好的啦 那希望大家都满意这次拍的影片啦 希望呢 你们可以帮忙按一按些广告啦 继续订阅我这个频道啦 也可以按一按钟仔 那就很快收到我的信息啦 当然 分享这条片给朋友 当然是最好啦 麻烦你们 如果看完这条片之后 给个like 作为一个支持啦 那在这里呢 当然是要祝福大家呢 是投资顺利 加上身体健康